大家好 拜登在周四进行电视讲话中 表达了美国将捍卫台湾的具体承诺 中国外部发言人汪冰斌在周五的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 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拜登在周四 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了 不愿与中国冷战 但是华盛顿也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 美国总统亲口对大家证实了 美国将会保卫台湾 这个现在是台湾媒体也非常关注的 在被记者问到 如果中国攻击美国是否会保卫台湾时 拜登回答是的 记住美国总统首次回答将武装保卫台湾 我们对此有承诺 拜登的声明与美国长期以来的战略模糊政策不一致 即使华盛顿帮助台湾建立防御系统 但没有明确承诺要武装保卫台湾 这次拜登首次公开了 拜登表示人们不应该担心华盛顿的军事力量 因为中国俄罗斯和世界其他国家都知道 我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 你真正需要担心的是他们是否会从事 可能会使他们犯下严重错误的活动 白宫目前正试图澄清拜登在其节目中发表的摄台讲话 白宫的发言人随后告诉媒体 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 周五中国的外交部新发布会上 记者也问到美国总统拜登 称美国做出承诺将会保卫台湾 对此白宫官员事后对媒体澄清表示 美国对台湾政策没有变化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上 中方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 汪文斌强调 任何人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 不要站在14亿中国人民的对立面 汪文斌说道 我们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 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以免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和平本定 进入10月以来 解放军也多次派战机进入台湾的西南空域 累计多达百次 台湾的防部门负责人邱国正 本月表示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的军事紧张局势 处于40多年来的最严重时期 中国可能在2025年发动全面的攻台 很多人也问我 拜登为什么将模糊台湾政策 一下子清晰化 美国总统首次表态要武装保卫台湾 这个实际上是和美国情报部门的一个报告有关 上周美国情报部门 这个情报部门指的是 美国多家的情报系统 联合出去了一个关于台湾问题的一个新的报告 这个媒体几乎是不报道这个事情的 那情报部门 美国情报部门发这个一个新的报告里面的结论 我告诉大家就行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明年年底前 将进行以夺取台湾为目的的军事行动 就这么一句 那实际上呢 这就是指2022年 邱国正说的是2025年解放军攻台 实际上美国情报机构 记住美国情报机构在中国 在这个大陆 在解放军内部 在中国的政府部门 是吧 连油管上都有美国的人 那天天说美国好的 都有自己的眼线 都有自己的情报 包括美国现在这个CIA 也在招募中国人 实际中国呢 有大量的情报 会议到美国 美国现在呢 情报机构判断 2022年之前 解放军要动手了 比邱国正 提前了三年 这也就是拜登啊 获得这个美国情报机构 这个报告以后 非常紧张 所以也是首次向中国提出警告 不要对台湾动手 那么现在呢 台湾人还是认为啊 台海不会发生战争啊 实际上我一直说武统啊 就是我看到了 实际上这个战争啊 很快就要开始了 而且呢 我这个频道啊 三年来 三年来 我一直是提醒了台湾人 一直在说这个事情 因为我从各方面获得消息 也指出 也指出 中国实际上 2022年之前就要动手了 你想想2022年年底之前 还有两年的时间 这两年是非常关键的 这两年是非常关键的 很可能解放军会动手啊 也可能就是明天 所以呢 现在美国非常紧张 这也就是为什么 美国急于组建AOKOS 要联合澳大利亚 围堵中国 因为美国突然发现 只有日本韩国 他这个驻军 不能对付解放军了 在南海要牵制中国 为什么 因为中国要 是不是要突破第一岛链 控制台湾了吗 包括现在解放军 不断的这个地区的军演 这个拜登也亲自出来表态 实际就是告诉中国 其实也告诉习近平 你想做的 我们都知道了 我的报告已经告诉我了 还有两年时间 两年之前 不 2022年之前 对吧 两年之内 你要武统台湾 我就是要告诉你 欣平 你不要做 你看拜登说这个话 原话 今天我把这个事情 背景告诉你 很多咱们看我节目的 能了解很多 就是正常媒体上 很难告诉你一些东西 不特别包括美国这些情报机构的这些报告 我有我自己的渠道能获得一些消息 我能把我获得的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你 这样呢 你知道了发生了什么 你也就知道了拜登为什么站在全国的媒体 向台湾喊话 向中国大陆喊话 实际台海现在是非常紧张的 并不像台湾人想象那样 两岸还是和平的 解放军已经准备动手了 我一直在说 还在幻想着和平统一那些人 我觉得这些人可能真是傻 或者知道的相关的情报有限 只能是从一般媒体告诉你 那帮媒体都是炒的三手四手五手的资料了 等到你的手里早就黄花菜都凉了 最新的2022年之前解放军要动手了 这是美国上周最新的报告 拜登通过这次讲话 明确的提醒中国不要动手 你打不过美国 但是我觉得解放军 包括习近平有自己的想法 什么时候动手要看窗口 要看中美来谈 那习近平在今年年底要和拜登会谈 两个人闭门会谈的时候 要谈到这个事情 我到时候也会给大家解读 给大家最新的消息汇报 但是现在来看 美国的警告 实际上你从中国的反应来看 其实中国并不关心美国的动向 因为中国有自己的武统时间表 中国有自己的时间表 有人说是和习近平连任有关 但是我认为和习近平无关 有没有习近平中国在这个时刻必须得武统 因为我之前讲过那个逻辑 就是你美国会利用台湾牌 会利用各种牌 包括现在的芯片制约中国发展 那么台湾这张牌打出去 对中国大陆影响非常巨大的 之前我讲过 如果台湾独立 共产党很难再执政在大陆 那共产党不能执政 中国大陆出现动荡 对美国来说非常有利 那美国很可能会一呼行 甚至武装保卫台湾 让台湾独立 然后在大陆搞第五纵队 对不对 然后搞一些反共的组织 你台湾都独立了 你共产党无能 就宣传这些东西 然后推翻共产党 共产党一推翻你想中国大陆 牛鬼蛇神都出来了 那中国大陆陷入内战 陷入动荡 还发展个屁 你GDP直接一落千丈 中国各种问题全部显现 中国社会变成什么人间地狱 台湾问题对中国重不重量 所以从这一点看 没有习近平换别人 别的领导人 中国也要解决台湾问题的 我今天把这个底层的一告诉你 美国是一定要让台湾独立 一定要支持台湾的 而用台湾问题最后呢 会对吧 跟大陆来摊牌的 那大陆呢 最好的是什么 提前收复 而且是越快越好 这我一直强调 越快越好 在美国没有反应时间的时候 对吧 像克里米亚 对吧 俄罗斯收复克里米亚 突然一夜之间收复了 记住啊 明天可能解放军就攻台了 明天可能就登岛了 都是快 冰贵神速 这个收复台湾是一定的 台湾得清楚啊 我一再强调一定要收复台湾的 你不要幻想着啊 还能容忍你 两岸还还能保持这个现状 不可能保持现状了 美国也不会要保持台湾的现状 只能让台湾独立 然后逼共产党下台 逼什么大陆内乱 共产党的智能无统啊 还有别的办法吗 和平统一 跪下求你 跟我统一吧 长长脑子 共产党会干不干吗 你前天给你讲和平 和平了吗 你看他台湾人 那小台独一个个的 就是动用武力了 而且这是个窗口 你美国不挑动台湾独立吗 我怎么动手啊 国际上怎么动手啊 你看看现在普京表态了 法国也表态了 美国也表态了 台湾体 那不就是要准备动手了吗 法国人说的多清楚 俄罗斯说的多清楚 台湾就是中国的 台湾如果宣布独立 中国合法的动手 这不就给中国一个机会了吗 国际上也希望中国 是不是武统啊 美国呢 美国是支持台湾独立啊 美国支持台湾独立 你看现在拜登讲的话非常清楚 我就是要支持台湾 你看看所有的条件满足了 那不武统是干嘛呢 台湾不发生冲突 那发生什么呢 最近两年就在两年 记住啊 2022年实际差一点啊 解放军 习近平 我觉得习近平和美国之间是谈好了的 谈好了的 另外我告诉你啊 俄罗斯拉夫罗斯前两天讲了一句话 就是俄罗斯支持中国统一台湾 没有提和平两个字 以前中国说台湾问题都是和平 和平和平 俄罗斯现在不提和平了 支持中国统一台湾 怎么统一啊 和平统一也是统一 武装统一 武力统一也是统一 共产党 吉效 确